有一种吃了能让人情商变高的食物 叫做高情商食物 比如这款新品种香蕉 叫做芝麻香蕉 什么芝麻香蕉 这不就是香蕉放时间长了长黑点了吗 那你可以试一下这款爆文芒果 爆 这不就是芒果放坏了吗 哎 你别着急 我们这还有全新品种爆炸桃 这难道不是桃子长脸了吗 哦 我还不愿推荐这款香鱼椰子 什么香鱼 这不就是椰子坏了变紫色了吗 哎 或者您看看海鲜区 我们这里有一款养有鲁鱼 你看他正在养勇呢 所以白菜坏了 你剥了外面的皮 就可以叫新款巨型娃娃菜 香菇放蔫了 你可以叫半干香菇干 鸡蛋放坏了 你可以叫复仇投掷专用蛋 鸡爪放烂了 你可以叫长途跋涉脚走烂鸡爪 是不是还得长长下呀 这种命名当个玩笑 叫做高情商起名 实际都是误导消费者 就是不诚信经营 和消费者玩高情商 奉劝这些商家还是本本分分 做个老师人吧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ges误导消费者玩高音乐 我真是太帆看着โ 세� twenty 如果anche sud别人 我真是太帆看着 他的恐惑 我刚才被行动 就这看ую他 除非他不好 不难打cription 它有眼影 答应 这次要让锁心 不要和快 所以我 Meu Pulchan 混自己 特别人 加工 三了 t 鸡蛋 原划 对 люди 弄 都是 越 Tou 也 INF 幽 一 胆